哎唷聊四季 天天中心 大家好我是Leyo 今天來看薩拉斯人對上印度斯坦人 這場比賽是中東盃的比賽 先來介紹一下薩拉斯人 薩拉斯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四季造價非常便宜 而且買賣的手續費也會折扣更多一點點 薩拉斯人的駱駝也是血量最有多的文明 本身薩拉斯人可以打馬攻也可以打步攻 駱駝也可以打 而且後期有大衝車也有火炮 基本上後期要打什麼科技都沒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薩拉斯人也有大弱版 所以薩拉斯人他只有經濟不太好的問題 除此之外他的弱點是不適合很明顯的 接下來介紹一下印度斯坦 印度斯坦在這次的改版裡 寫他的村民的造價又更便宜了 到了帝王時代好像可以到23% 非常省 印度斯坦人主要打帝王駱駝是他的優勢 除此之外他要打對方的弓兵也可以轉出古拉姆 打對方的步兵也可以轉出印度火衝 打騎士的話也可以打帝王駱駝 所以整體來講印度斯坦沒有什麼天敵 而且他的經濟整體來說也不錯 而且還有大幹道可以提升黃金的收獲取速度 印度斯坦人經濟來說不會太弱 本身村民很便宜 所以目前感覺上印度斯坦人最大的問題應該是沒有槍兵這個東西 槍兵不能升級是比較弱點的東西 除此之外沒什麼太大問題 他是一個非常吃進的單位的文明 畢竟他所有的克制敵方的方法都是需要用到黃金的 沒辦法使用垃圾兵去反制敵人 目前看到印度斯坦人這邊是點下了17B封建時代 薩拉斯人則是18P 兩邊的P數都是非常早就下了封建時代的升級 這場比賽是Viper對上右 那比賽時間是12月29號的凌晨開打 所以我也算是爆竿 趕快加工趕這部影片 如果各位喜歡的話記得幫我點個讚 這個Viper對上右也是難得一見的比賽 這邊看到Viper的配置是8吋配置 不是8吋 6吋配置配木頭 而不是常見的8吋9吋 比賽的配置跟一般的天梯阿拉伯的配置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他這邊打法蠻特殊的 這邊看到下了馬舟 印度斯坦這邊也是下馬舟 兩邊都是打一個洛馬快攻 那這張地圖是雅典未成 所以一開始這個圍法會比較難圍 有些要圍死的話這個地方是不能圍的 這個白色地區石頭路都是不能蓋任何建築物的 要圍死的話一定要收到這個內陸裡 這樣子圍個摸字型的才可以圍死 那在這張地圖中還是會有玩家去想要圍死 那圍死的支援量其實蠻龐大的 村民要走蠻長的一段路 所以會比較常看到像用這種玩法 直接圍這個木材區 然後支援點稍微用槍兵去防守 然後只圍一邊 跟MIP這樣子很像 MIP這邊補下了士奇 手推輪走也補下了 那這邊肉馬是三隻打四隻 這邊有點在追逐當中 還在追 這個追得有點久 槍兵過來救一下 打了幾下之後反擊回去 肉馬直接殘血 把肉馬給逼退了回去 肉馬繼續追 兩邊都在開攏 並沒有大開戰 所以我們這邊用兩倍速看會比較快 那這邊是補了第二個馬就 喲 薩爾森這邊開始補黃金囉 那這裡很有可能是直接上城堡 是在打駱駝 那以薩爾森人跟印度斯坦的兩邊駱駝互打 一個是血量加成 然後一個是攻擊速度加成的駱駝文明 那我個人是比較看好的攻速加成的文明 所以因為這個打法就有點像是圍巾對上日本 那日本攻擊速度夠快 是可以對圍巾人切菜的 但薩爾森是騎兵 騎兵的血量又會比步兵的血量更多 所以也不好說 可能前期會變得有點五五開 但最終可能回到大後期的情況下來看 印度斯坦的帝王駱駝 可能會更有優勢一點 那薩爾森人只有重裝駱駝 這方面可能就會打輸給印度斯坦 那薩爾森人在城堡時代初期 可能是他最有優勢的時期 因為這個時候他的血量就有145滴血 那我們可以看到 印度斯坦這邊只有120滴血 所以這個時期應該是有可能會打輸薩爾森的 而且薩爾森的人森呂 也是科技全滿的 要打森呂戰 但著想敵方印度斯坦的駱駝也是問題不大 那這個部分也是印度斯坦這邊待會要處理的 要怎麼去反制對方的僧侶 畢竟弱馬配僧侶這個組合 是很容易被對方的駱駝數量給壓制住的 但也有可能 對方也會自己狂守僧侶 而不去進攻 是有機會的 可是這方面來講的話 都會比較看兩邊的控兵的狀況 才能講出一個優劣士 誰優誰劣 這是比操作了 而不是比遊戲觀念的 好那這邊VIPER是3TC開農 而且也是補下了一個修道院 開始在撿生物了 這邊都在偷偷撿生物喔 好那目前又是把這個 VIPER的駱駝給逼走的回去 OK沙拉生人補下了耕種技術 這邊肉馬想要去抓生女 但是被駱駝給逼走喔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出生女那方可能會被肉馬給追 但這邊就是比操作 頂尖選手打到這邊喔 都是比操作而不是比觀念的 那我們頻道比較常在教學遊戲的配兵跟觀念 在這種對局來說 我們這個頻道的講解 可能意義就不大了 就是看操作的 好這邊都走過來 生女 要不要來招想一下 OK招一下 這邊想用防止卡 卡到了一下 駱駝吃了啟發箭矢傷害 數量上來說 目前是VIPER 一村都沒有死 但村民是稍微落後一點點 但花費落後 只是因為 是自己點下輪軸技術的關係 它並不是真的落後 反正是真的落後是印度斯坦這邊 相當村民同批數 那印度斯坦這邊可能還要再減兩村 才可以抵過這個輪軸技術的研發時間 所以實際上看起來是印度斯坦這邊是落後的 而且薩拉斯人這邊已經有輪軸技術的關係 支援的獲取可能是比印度斯坦還要更好的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看起來應該是 唉唷 結果是印度斯坦這邊小小的優勢 兩邊支援其實差不多 這邊印度斯坦按村民開始反超了 3TC運轉起來 那印度斯坦到了這個時期 有這個肉類減滅了 兩邊其實實質上來說 再點一下大幹道之前 兩邊都是沒有任何經濟加成的 這邊直接擊殺掉後方 攻擊生物的老頭 殺了三人 是直接把自己的駱駝給往後退 又這邊的駱駝就可以去搞點事情 不一定要去追Miper的駱駝 這邊 但Miper這邊很聰明 分了幾個擊隊 一隻駱駝去追兩隻肉馬 然後三隻駱駝去追右邊的肉馬 結果下面的駱駝直接開打起來 因為這邊又撞到了Miper的哨戰 哨戰被打到殘血 結果被換掉兩隻駱駝 後面兩隻駱駝 生旅招向有機會嗎 沒有沒有機會 那上方的駱駝 好像沒有搞定 兩隻殘血的肉馬跑了回來 目前Miper是棄四村打棄四村 生旅的部分還是有繼續出 兩邊都是走一個生旅戰 那印度斯坦打這個生旅戰 就會顯得比較沒有那麼有優勢 沒有比Miper像他這麼有優勢的感覺 但在城堡時代的時候 其實差不多的 因為你只差一個異端血的時候 不能說到完全沒優勢 是覺得印度斯坦要打生旅戰 也不是太差的選擇 只是打到最後生旅戰兩邊互著想 有沒有異端血縮就會很重要 但應該不會發展到兩邊都打了 生旅戰 印度斯坦不太可能會去打生旅戰 不太可能 那這邊是看到駱駝 直接B2回去 又這邊給的壓力非常大 好 那現在145滴血的駱駝 對上120滴血的駱駝 血量XG25滴血 印度斯坦這邊有33%的攻速加成 好補下了一擊馬卡 後面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看來要來進行強攻了 那這裡很有可能會出戰象 而不是投石車 當然投石車也是有機會 那印度斯坦 如果轉裝甲戰象 可能會比投石車工程的效力更優秀一些 而且左邊有更城堡 但如果這邊點戰象的話 就有點不太想要升帝王時代的感覺 可能出台 出不及來投石車工 對方壓力或是轉弩炮 都可以考慮的 好這邊有駱駝上前 Bip這邊的駱駝數量是17隻 對上印度斯坦這邊是29隻 直接硬上了上去 現在印度斯坦這邊有駱駝數量壓制 Bip這邊點帝王時代的關係 其實駱駝數量並不是很優勢 但這隻聖女艾斯成功的招翔道 而且把對方右的駱駝給逼了走 好這邊點下了銀貫技術 狂樂 狂樂點下之後 印度斯坦 不是印度斯坦 這個 殺生了 就會有點 對對對 先看一下這波 這波前面蓋寶 然後這邊拆掉少戰 還以為要打起來了 好 那 沙拉生人的狂樂呢 現在不是增加駱駝的血量 而是讓自己的生日有範圍補血的效果 那這個效果 在打 實戰中 我覺得並不是這麼亮耶 但是 以這個 Viper現在的駱駝血量來說 要馬上瞬間補掉這1000血的話 確實點下這個銀貫技術 狂樂的話 效果其實蠻不錯的 而且它是自動補 自動補 你看這邊走到周圍 這個血量就會開始往上 撐撐撐撐撐撐的 補得非常快 但是比這個 曹妖治療 更有感 所以 狂樂在這個情況下 我是覺得 有點的架子 好 那血量補到了 差不多 一些些 就把這個 駱駝給拉走 好 這個駱駝怎麼還在補血 這個不是 這個是 印度斯坦這邊的駱駝在補 兩個隻勝利在補 好 這邊轉出投擲車 先來壓制 然後順利點一下 帝王時代 這邊是Viper先升級帝王時代有優勢 巨型投擲機可以更優先量產出來 那又有這邊的防守還不錯 好 這邊被逼退了回去 好 35隻駱駝 加上24隻駱駝 兩邊都要走一個駱駝大戰 目前薩拉聖人士先點下了三級馬卡還有重裝駱駝 重裝駱駝點完之後 血量可以高達170滴血 印度斯坦這邊的投石車還在偷砸城鎮中心 再一發就可以投掉 突然不投要自滴駱駝了嗎 自滴奴隸兵 沒有 奴隸兵是打駱駝沒有額外增傷的 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點 有些人玩大阿森了 遇到對方出駱駝的情況下 自己出奴隸兵想要補一些傷害 是沒有錯 但是對方駱駝是打你的奴隸兵額外增傷 但是你打對方駱駝是沒有額外增傷的 雖然奴隸兵的說明 是講說對騎乘單位有額外增傷 但是卻不包含駱駝的單位 都是斯基帝國上的一個很奇怪的設定 明明都這樣講了 卻沒有額外增傷 VIPER這邊被擊殺了非常多的村民 這一頭駱駝還是做到一些事情 直接殺了17村了 左邊這個城堡順利拆除 右邊兩個城堡也被捕了起來 印度斯坦這邊中張駱駝還有15秒左右 駱駝身量是46隻 對上VIPER的駱駝25隻 勝旅戰沒有繼續打下去 VIPER並沒有想要繼續打勝旅戰 仿金開始有點缺乏 好這裡蓋完大學之後 沒有再繼續工作 上方可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好 輔殺了一個彈道學 印度斯坦直接上帝王落頭 完蛋了VIPER 重裝駱駝 對上帝王駱駝 到底哪一個 文明才是駱駝界的霸主 兩邊都是頂尖職業選手 而且世界排行榜都在前五米內 殺三人 這駱駝比較厲害嗎 還是帝王駱駝呢 好來看一下這邊操作 這邊三隻僧侶招翔 成功招翔到了幾隻駱駝 駱駝第一時間也是打爆後方的僧侶 這邊稍微繞扯一下 下方的居民居民居民中心給打爆了 後方的駱駝在後面逼第一 想要偷抓一些村民 又直接把自己的駱駝放在家裡防守 外面這個繼續繞 沒有想要回舊的意思 但這邊已經升級好電王駱駝 電王駱駝現在升級上去血量有160滴血 比起重裝駱駝 差了大概只有10滴血而已 薩拉森人這邊是只有少量的優勢 果然升到帝王時代的帝王駱駝 是能夠打得贏薩拉森的駱駝 看起來是能打得贏 已經血量差10滴 但是攻擊速度卻差了33% 是差蠻多的 這邊看一下對坎 不好意思 那個駱駝傷害 攻擊速度是加20% 並不是33% 但也是成功手撕掉了上方的城鎮中心 這一波駱駝也是繞到了MIP的村民 MIP現在是打一個150分戰術 但他經濟太差了 想要趕快用這個經濟農起來 那伊杜斯坦這邊依舊是滿200人口狀況 而且上方的帝王駱駝數量實在太多 MIP這邊被迫收村 MIP這邊沙拉森人轉出了奴炮戰船 控制了中間這個弧之後 可以出戰劍幫忙打一些輸出 而且沙拉森人的戰船 奴炮戰船還有攻速加成 那感覺沙拉森人現在這邊要打贏對手的帝王駱駝 只能繼續出駱駝 配上自己的生旅 才有機會打敵 有人會說要不要轉長槍兵喔 我是覺得 如果能轉的話 最好是轉一些出來 但是viper現在明顯看起來是沒有經濟可以轉出重裝長槍兵這個單位 還要升級跟量產軍出啦 不過產實在太差了 直接繼續產出駱駝 跟聖女去防守 可能會是更直觀的一個方法 MIP後面大量的村民直接被帝王駱駝給踩了過去 正前方的區域也是 現在 又直接前後包夾 兩邊都是帝王駱駝 MIP決定先來救加力的帝王駱駝的問題 這邊靠著城堡將城中心的傷害 還有前方的大量駱駝一起夾起來 好像能够夾住嗎 夾不住 帝王駱駝傷還是太高了 沙拉山人完全扛不住這一波的傷害 直接打出了GG 哇帝王駱駝對上狂熱駱駝 看起來還是有點差距 差距也是有的 而且又這邊後期的經濟實在太好 村民太便宜了 可以比Viper這邊更快農出來 而且這邊農出來之後 他也沒有繼續農村民 反而是直接爆出大量帝王駱駝 直接把Viper給撵過去了 這個歪歐 這個又的升級 升帝王駱駝升得蠻快速的 讓我有點嚇一跳 直接把Viper給秒殺掉了 中間出了這些奴炮戰船 也完全用不到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Viper輸了 印度斯坦大概2300支援而已 並沒有輸太多 但是卻輸掉了比賽 軍事方面兩邊KD大概是1點左右 我個人認為 沙拉山人這邊想要打贏的話 還是要搭配升旅 升旅可能控得好 多換一點 可能是有機會打得贏的 但Viper這邊是沒有打算 要出大量升旅去反制 畢竟要點的科技 其實也很多 沙拉山人最大問題 還是經濟太差了 所以很容易會後期換輸對手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